富豪家只有七个人 但保姆每次都做八个人的饭 多出来的这份却不是给人吃的 而是被他送到了一个空房间 但这却惹怒了家里的小少爷 他警告保姆 如果再给这个空房子送饭 就让他卷铺干走人 原来啊 这个房间是富豪大儿子的 但这个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神秘失踪了 而保姆之所以这么做 明面是讨好富豪 让富豪觉得大儿子一直都在家里 但暗地里保姆却在谋划着一件惊天的大事 什么大事呢 就是让他的儿子继承富豪的千亿家产 可一个下人的儿子有什么资格成为继承人呢 原来和他吵架的小少爷 正是他和富豪的私生子 而富豪多年前失踪的儿子 就是保姆的结果 而为了谋得这份家产 保姆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富豪只是借给一心一把雨伞 他就要剁掉对方 但没想到却被对方的妈妈挡了刀子裹过一跌 而这个女人也大有来头 他从小就是韩国家喻户晓的父亲 最致命的是明星和富豪已经去世的老婆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见没有剁掉名字 保姆又剩一地 他让人假扮经济公司 邀请明星去拍电影 但前提是需要明星拿钱筒 而这个过期的明星居然信以为真 他不听朋友的劝语 不仅变卖家产 还找了亲朋好友一起投资 结果可想而知 自然是被骗的金光 这把明星气得不行 但落架的凤凰不如鸡 明星只好找份工作养贺自己 而保姆则逮入这个机会 好好羞辱了一番明星 从小就在聚光灯下长大的明星 哪里受过这种委屈 又被气得哭了起来 好在富豪知道了这个消息 他不仅买下了明星抵押出去的房子 让他随便煮 面对前来淘汰的亲朋好友 富豪更是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 而那天明星被保姆欺负之后 便让富豪带他去兜风 但富豪却露出了既高兴又难受的表情 高兴的是明星约了他 难受的是一个平时只坐车的人 却当情 到战之后明星就告诉富豪 以后再也不坐他的车了 而得知富豪和明星一起去兜风的保姆 更是被气得牙牙 他像狗一样的伺候了自家人30年 却连个名分都没有 而保姆也使出了终极大招 终极大招 终极大招